年底的選舉抗中保台 這一個選舉 會不會又變成牽動 國民黨的選情 現在他們說主要就是有兩個了 一個是美國要審台灣政策法 另外一個就是10月16號 即將登場的 中國大陸的20大 這兩項是不是會影響 現在國民黨他們就分析了 現在看起來在這個 美國的台灣政策法 因為裡面其中他們有一個是 把台灣列為主要非北約盟友 還有駐美台北經濟文化處 這要改名 現在原本是說 要把它改成台灣代表處 但是他們說這個草案 因為怕刺激到北京 所以有待要來調整 所以他們預計 美國在11月的時候 也要舉行期中選舉 到時候可能沒有辦法 在這個會期過關 所以在這個台灣政策法的方面 他們預估影響選期會是比較小的 另外一個就是 中共的20大了 因為16號這個20大 首先要關注的就是習近平 他的政治報告 接下來還有總書記跟媒體的談話 以及他們會不會公佈 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 只是你也評估了 現在恐怕是不會到太致命 因為他們就說 雖然現在綠營的抗中寶台 一直是箭在懸上 但是九合一的選舉 只是一個地方選舉 選民關心的還是首長的政績跟形象 所以他們說現在的仇中範圍 看起來還是比較小的 主播